澳门13D是澳门最好酒店 酒店造价14亿美人 还曾花2000万美人定制30亿幻影 因为迟迟没拿到骨牌 酒店延期开业期次 2018年低调市营业 房价从2万跌到千元 企业如此入住率依旧很低 因为没有博彩业 酒店出现了资金链问题 后来一次性卖掉24辆劳斯艾斯 仅留下6辆蒸门面 其中好几辆是酒店摆设 本来酒店的生意就不好 加上疫情 至今都没有正式开业 以前酒店门口停老斯艾斯 现在停巴士 起初这些老斯艾斯 是用来免费接送客人的 现如今付费才可使用 即便有人体验一晚 也很少有人租用这些好车